那本場的題目是從螢幕閱讀程式NVDA探討資訊輔助科技與使用者界面可及性發展 那我們的講者是曾奕勳 So this topic is about the screen aid of the reading program, the MD-access So our speaker is曾奕勳 那曾奕勳他是一個熱愛程式設計的開發者 那他主要在琢磨的地方是運用程式設計輔助 提升視障者的資訊獲取以及他的教學教育 那他有參與這個開源螢幕閱讀程式NVDA 這個NV-access的開發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掌聲歡迎我們的講者 各位好,我是曾奕勳 那剛剛主持人有稍微介紹一下 那我再簡單多介紹一點 就是我自己主要的focus在Python的部分 有因為project的關係寫一些web 那第二個比較大部分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這個題目 是有關SFBT跟MVDA相關的一些內容 那我們今天這個演講會分成...主要會分兩大部分 那一個就是SFBT的設計指南 那這裡面的內容大概是從W3C、WCGA出來的 然後有一些部分是我覺得自己的一些經驗做的整理 然後調列式的跟大家做介紹 那在做介紹的過程中間 我也會實際用MVDA做demo 然後順便讓大家看一下 用MVDA操作的時候的實際狀況 那第二部分就是講MVDA的功能與原理 那這邊的內容主要是講...因為它功能很多 那今天我主要focus在它對於焦點的控制 跟一些內部的程式的如何實現的一些架構這樣子 好 那我們就再往下 那這邊這張投影片是資訊輔助科技 在進入剛剛我講的那兩大部分之前 我要先簡單介紹一下這一塊 就是第一個是螢幕用程式 那它主要是能讓系統上面的資訊 然後它抓取下來之後 然後透過語音跟點字兩種方式 呈現出來讓使用者可以獲得 那這邊列了六款的螢幕用程式 那它其實這六款都是目前還有持續更新 然後維護也都蠻好的 那也分別是各大平台 那前面三個JAS NVDA跟內綠的 是微軟Windows作業系統上面在用的 那第四個VoiceOver是蘋果公司 然後它的OSX跟iOS 這兩個都叫VoiceOver 雖然iOS上面它觸控的項目比較多 其實操作有點不太一樣 但它都叫VoiceOver 那第五個是Torban 那這個是Android作業系統上面預載的一個 也是螢幕用程式SR這樣 那最後一個是OCAN OCAN用的人少啦 因為它是Linux的 Linux的局面在用 不過很特別的是 它跟NVDA一樣都是用Python做的 然後也是放在上面讓人家維護 那因為我們今天講的是NVDA 那用NVDA做展示 那我稍微再多講一點NVDA的東西 那NVDA剛剛有提說它是一個開源的軟體 那它主要的程式員是Python做的 那它大部分的程式架構的地方都是Python寫程 那可能在一些比較需要運算 或者做一些分析 應該說文字分析的時候 它才會改用C++去做鑽寫 那還有一個特色是NVDA 它有提供一個add-on的機制 可以讓開發者去開發這個小的功能 我們可能就不用 如果你今天開發的功能可能不是那麼巨大 就是一些小功能 或者是改變一些NVDA的內部的狀態 或一些操作方式的話 可能比較適合用add-on這種方式 它其實做出來 其實就有點像一個leap壓縮包這樣 然後透過NVDA的add-on的loader 然後它就會自動的幫你放到相對應的位置上 那你在使用NVDA的時候其實就是 看你剛剛對它做了哪一些改變 它就會直接反映上去 那可能就不用說改變一些小功能 叫整個NVDA 從編譯或是從包裝這樣子 那這樣對於其實在我們分享 開發完之後 分享給一般的使用者也是比較方便 因為使用者它可能有很多個功能需求 那它可以自動的夾 要夾可以夾 然後移除或者是新增 都有管理器幫你做管理 那下一個是 剛才我講說螢幕用的程式 它是透過語音跟點字 兩種方式來呈現給使用者 那我們就往下看這個語音的部分 那我這邊是列了三個語音引擎 那這個其實都是Windows上在用 然後NVDA都是支援這三個 那我大家請 新螢幕閱讀程式左小 剛才又小 大家請你剛剛聽到這個聲音 這個聲音其實是Vocalizer Express這個語音庫 因為它比較特別的是它是跨平台的 所以在這家公司做出來它其實在iOS 就VoiceOver上面也都是用這一個 然後它的資料比較小 那可以隨身攜帶比較方便 因為如果你是上面那個Microsoft內建 你就要裝很多的元件 它才會出那個聲音 那我們就要看一下點字的部分 那我們在電腦上面要呈現點字 其實它是需要一個外接的硬體設備 那這硬體設備接上去之後 Driver裝好 然後它就可以跟SR的SR做溝通 那SR也會透過它可能今天抓到一些資訊之後 它要去做顯示 那它要顯示的時候 可能就透過這樣的硬體設備 那根據它需要的點字碼 然後去做輸出 那還有一個就是這個硬體設備 它上面其實有一些按鍵 各款的設備不太一樣 反正那個按鍵主要的目的就是 它可以在移動那個 有點像Sliding Window 因為它那個上面的那個格子數是有限的 那我今天的文字可能呈現 可能100個字或幾百個字 那它一次不可能全部顯示 那它可能有些是40個字 看你的那個點字碼的機器設備 然後還有看你的點字轉出來 是到底幾個這樣子 所以它有一些按鍵可以讓你去做那個Windows 做Shift的動作 那這個是前面這邊 前面剛剛那個是簡單一些的介紹 那我們就進入今天的兩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SB2T的設計指南 那我們直接往下看那個項目 然後直接demo這樣子 投影片文件標記 第一個部分是講文件標記 就是我們在電腦上面 撰寫一些資訊文件的時候 可能要把這個標記做得更清楚 讓其實就是讓程式可讀 因為SR就是一個程式 那它其實讀得到讀得越多資訊 它可以呈現給使用者當然就會越多 那這邊簡單列的是 就是比較常見 在Web上面比較常用的 這些表格啊圖片啊 然後標題這些東西 那可以看一下說做出來的效果 那是怎麼樣 那我們我現在就直接demo 這個是我隨便找一個go網站 那其實這個網站它的圖片 例子其實就做的不是那麼理想 大家直接播 圖片連結 圖片連結 那些圖片 都要在描述 就是像他的圖片 是在顯示那些圖片 那些圖片 那些圖片 它是只有抽一機 那些圖片 那些圖片 它那個圖片要延伸 它那個圖片要延伸 對 在顯示 然後在顯示那些圖片 是在顯示那些圖片 椅面 你要畫手 寫 桌面清單焦點所在 那樣我們解釋 設定空行空清單應用程式系統13-1 裝置13-2 然後投影的時候他不要做延伸 就讓他直接投上去 顯示器 啟動 系統清單項目13 設定視窗 搜尋方塊 尋找設定編輯區 空行 視別按鈕 偵測按鈕 延伸這些顯示器文字 啟動 10 9 11 當光線 夜間縮放 進階縮 解析度 旋轉鎖定 多部顯示器群組 多部顯示器 為什麼你要先環境 因為它會跑掉 設定視窗 選取顯示 重新 Lawis 設定一列一 設定 等一下 不好意思 我往下拉 變更亮度 多部顯示器群組 多部顯示器下拉展開 延伸這些顯示器4-2 2眼顯示嗎 就是 頭到前面 只在2顯示 只在2顯示 OK 那 等一下 你要先保留 變更 保留 對 這個 OK 好 現在已經在上面 要不要這樣 喔 是不是 剛剛掉了那個 對喔 因為 轉到2的時候就對了 轉到2的時候就對了 轉到2好像就會電 沒有 它不是差那邊 不是差這個 不是差那邊 不是差這個 不是差那邊 喔 剛剛還在那邊 沒有 沒有 不然用麥克風吧 就是沒事 手持人那種 對 對 對 在那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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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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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 這樣子 對 那 那 它直接投常器會有 我們就直接用麥克風的方式 那這個網頁是一個購物網頁 那其實它的圖片就是沒有做一些圖片的說明 所以在圖片上面都會 只會爆圖片的字樣出來 那我們可以看一個比較好的例子 其實這是 這其實是Python Taiwan 然後我自己有都有看 然後它其實這個就做得不錯 清單有一個項目干預圖片連結 清單有一個項目日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圖片連結 那其實這就是圖片 它其實只要在ALT的屬性上面加一個文字說明就會出來了 那另外一個剛剛那邊還有提到一個例子是標題的部分 那標題的部分其實就是它在做標籤的時候 如果有設定那個大標題 而不是使用文字放大的方式的話 那在SR在讀的時候它其實就會有效果出來 那我其實就可以在這個標題上面直接做跳轉 那我可能就可以很快找到我需要的想法 那這邊還有一個是它標題有做一個層次性 就是這個2大標2然後你等一下往下看這個 白晶級標題第三集 它會跟我講是3 那其實我就知道這個可能是在這個2下面的一個項目這樣子 那這樣效果做好標記其實就讓這整個我在讀的時候 它很快就能夠知道網頁上面整體的結構 那我也可以很快到我需要的位置上面 那我們往下看這個 進入各個單作商其實就變第四個大標題了 所以它這個是一個層次一個層次往下面走 經濟標題第三集 迎濟標題第三集 同級標題第三集 那這個大概是圖片跟標題 那我們看一下一個表格的例子 剛剛那一頁裡面還有提到 最下面有提到一個表格要加上一個表頭資訊 那這其實一個排高匯率就是 它上面有一些說明你就往下看 這個是美金喔 我現在在位置上面是一個美金的那個位置上 大家可以聽到在格子前面它其實會唸一個 本行買入現金匯率就是告訴你這個格子是做什麼用途的 本行賣出現金匯率三藍30.032 本行買入及其匯率四藍29.79 本行賣出及其匯率五藍29.89 那大概就是這樣就是你格子上面 在念之前都會唸這個 那如果這個沒有定的話 其實就只會唸那個格子內的數字內容 那這麼多的數字我可能就不知道說 它現在的這個數字代表的原因 我可能就要游標再往上移 然後再去對一招 那如果有做這個東西其實是效果是很好 那第二個我要常講的是部件指示 這個部件其實英文叫VG 就是我們UI上面都會有很多不同的 像按鈕啊像下拉選單啊 勾選框類似這樣的東西 那在這個東西上面其實我們可以 對它做一些關聯 關聯文字 那我其實到那個位置的時候 它就直接告訴我這個 這個input可能是要輸入什麼樣的內容 我們直接看例子 那這個地方是一個input的部分 那其實一個註冊表 主要內容區地標標單 那其實大家可以看我現在input 請使用小寫英文字母或數字 首次必須為小寫英文字母編輯區必要的可自動完成 它就提示了很多的資訊 就是像告訴我說這個它打使用者名稱啊 那它的功能就是你要需要輸入符合哪樣條件 其實這個是大家可能認為說左邊右邊 那它其實是不是自動規 那其實沒有 那是自己寫的 就是你要把它關聯起來 然後到這個位置上面它才會有這個效果 那如果你沒做的話 它其實就只會一直念編輯區 就告訴你這個是可以打字的 那其實會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我可能就要再去游標做移動 然後找到它的說明文字 那除了input之外 其實這邊有一些是chrubus 就是勾選的那種 這個也是一樣做關聯 然後它就是在chrubus上面就會有效果 那像它有單選鈕也是 那還有它就跟我講說有沒有勾 這是看它的那個狀態 它有一個狀態 它就是它會跟我說明說這個狀態 我同意此條款核取方塊 供選B 沒供選無效的輸入 那這個大概是輸入框的部分 那 PowerPoint 投影片 部件指示 新衛 新衛部件設定恰當的類型與狀態 隔世資訊那個先關聯 好 關聯 你把這個 你把這個 我重開一下 關聯 重新啟動隔世資訊 那 下一個講的是為部件定義適當的類型跟狀態 那這其實要講的是在部件上面 剛剛看到的是一個輸入框 那它可能可以有一個提示告訴你說 現在要打什麼內容 那有一些東西可能它是一個類似Table 我們直接看好了 註冊雲端千點平台 註冊 時間表排 導航區地標 主要郭學聰 左小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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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小 連蘇 張 連結 11.0 10 9 20 10 9 20 清單有兩個項目的 第一天 這裡其實有一個就是它是做切換 就是它第一天跟第二天可以在這邊切 那其實我在這邊讀的時候會讀到的是它只有單純的文字內容而已 第二天 第一天 其實沒有什麼指示告訴你說這是幹嘛的 所以我往下看大概可以猜得出來它是要還業用的 所以它點它是有動作這樣子 它只是沒有指示出來這樣子 第一天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比較好的設計 比較好的設計其實它在這個上面會告訴你內容 平台書庫 離開清單標題第四集所影 這個是一個反正就是一個書庫 然後用圖書館分類做出來的一個所影 所影表這樣子 那下面有分十大項 那這個效果跟剛剛那個有點像 就是它按了之後底下那個表格會變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它上面那個按的那個地方 清單有十個項目所影標籤展開連結科學 所影標籤折疊連結種類 它其實告訴我說這一項是展開的折疊 我就知道說底下那些內容應該是在指這個 這個展開這個底下的項目這樣子 那我今天 所影標籤折疊連結中角展開 按下去它就會跟我說展開 那我就會知道這一項現在展開應該是這個項目 那我往下看 確實就是這個項目 所影標籤折疊連結這學 那還有一個就是類型 它這邊有定義類型 告訴你說這個是一個所影標籤 那在所影標籤上面 我們就會比較知道的是 通常所影標籤就是在一塊 然後底下就會可以做變化 做切換這樣的感覺 所以如果你有提示出所影標籤 我大概就知道這個功能是做什麼 那如果沒有的話 我就要猜一下 那如果你網頁上很多東西都沒有做提示 我就到處猜到處猜那個 那越多要猜的 當然對這個網頁理解就會越差 那第三個要講的是有系統的群組區域 那這個其實就是現在有一些 網頁可能比較複雜 那其實上面就是有一些選單列 那中間又有一些資料區域 底下可能有贊助商戶什麼之類 還有很多塊 那其實這些東西 你在每一個區塊上面可以做一些定義 告訴我說這個區塊是做什麼用的 那我們看這個例子 這個是一個Document的例子而已 然後因為它這個做得蠻細的 所以我特別用這個 它這邊其實就有一個區域 告訴我這個是搜尋區的區塊 這樣子 它有講主要內容區 那我大概就知道說 這個就是網頁主要要呈現內容的區域 那是Main Navigation 那就是主要的Connection單列 那Related Navigation就是可能是相關的 搜尋區 編輯區 這又是一個search 所以它就分成這麼多區塊 那我到那個位置的時候 我就知道這邊的連結 大概大致上的用途是做什麼的 那這樣子的話 對理解網頁也是比較迅速 那除了網頁的話 其實有一些應用程式也是有這樣的做法 這個是一個 反正它是NVIDIA裡面設定的例子 我只是拿這個介面 它這個地方其實有個自行群組 所以其實剛剛雖然都是網頁的例子 但其實大部分的應用程式也都有類似 當你寫的語言 跟你寫的用的Library不一樣 可能寫法會不太一樣 但這個東西基本上都是會有支援的 那下一個我要講的是鍵盤與焦點 那這個地方我想先講一下就是什麼是焦點 那焦點其實是我們在UI上面有很多的 就剛剛講的VG部件 那我在系統上面通常會停在一個位置 某一個時刻一定會停在一個位置上面 那我們就稱那個位置為焦點 剛剛其實有看到那些框在跳的 它其實都有焦點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紅色那些在跳的 它就是我移的時候這個焦點就會跟 這個紅色的地方就是焦點 確認按鈕 好 鍵盤與新鍵盤可訪問 那所以往下看這個鍵盤可訪問要講的就是 通常用這個焦點在跳 我們就是按Table跟ShiftTable這樣做 或者是用方向線上下左右去引它 然後在移的時候如果你的UI界面 每設計好的話它其實有時候會跳不到 結果它跑跑跑然後那個就漏掉 或者是有一個區塊就漏掉 所以你只要漏掉我就不會跳到 所以我就不知道那邊有一個東西 這樣子 所以在設計的時候就是一定 這個是一定要讓它可以到那個位置上面 新鍵盤可操作 那第二個鍵盤可操作 就是說我今天到了那個位置 那我可能要跟它互動 比方說剛剛那個輸入框 勾選框按鈕 那我要怎麼跟它互動 我會按下一個按鈕 那這是SR提供的功能 按下去之後它會直接跟這個VG做互動 所以它按的時候模擬的方式是按用鍵盤 滑鼠移入移出或者是點右鍵左鍵類是這樣子 那一定要記得是你的事件一定要綁一個是 用鍵盤可以按的Click事件 那我才能夠操作它 因為SR是不會使用滑鼠的 新快速鍵設定 第三個是快速鍵設定 那這快速鍵設定要講的是 大家其實用應該也都知道 就是比方說用一些ID或一些GUI程式 它都會設定一些快速鍵 那這其實快速鍵 主要是可以輔助我們比較快的開啟一些功能 那這個快速鍵就是我們現在前面講到說 那個可以直接跳 焦點要直接可以跳的那個東西 是當作輔助用 就是我不能說我的焦點 所以你按TAP 跳不到 然後你只能用快速鍵按 原因是因為一般人開啟應用程式 他其實根本不知道用哪一些快速鍵 是通常是我們用了很久之後 你才會稍微去記一下那個東西 所以這個快速鍵就只能當輔助用途這樣子 新資訊變化時焦點的控制 那最後一個講的這個是一個 資訊變化時要怎麼控制 剛剛我講的那個焦點 那因為有時候我們程式會 它的UI 不管UI或資料會做改變 那這個改變我們要怎麼樣去 然後較良好的控制它 會比較讓SR的使用者可以讀 因為你在變化的時候 他可能會不曉得 那其實是分兩個層面 就是說一個是主動還是被動 這邊指的主動是說 程式主動發生的 就是今天可能是一個Data變了 然後他就自己頁面上都更新 那這樣的方式 你就不適合去把你的焦點做移動 因為它可能 比方說這個UI上面很多 一直在改變一直在改變 那它焦點就開始一直亂跳一直亂跳 那其實如果今天有一個使用者 SR的使用者他在讀 讀到某個地方那你焦點就跳掉 他就不知道跑哪去了 那如果你一直有很頻繁這樣子發生的話 其實他整個概念是很難建立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被動 那被動其實就是講的是 使用者可能按了一個按鈕 或者是按了一個連結 或按了一個什麼東西 他觸發了一些事件 那這個時候你其實就可以去移到 變化的那個地方 這樣子的好處是他就不用再找了 就是因為他 這很明確應該是他要做一些事情 那這個變化的 我們當然是幫他移過去是最好的這樣子 那我們進入第二個部分是講 NVIDIA的功能與原理 那我們剛剛講的就是 這部分的focus在焦點的控制上面 跟他內部的實現 同影原理架構圖 這個是一張簡單的原理架構圖而已 就是我們剛剛在最前面講 資訊輔助科技的時候 有提到輸入啊 輸出啊 然後那個硬體設備啊 然後螢幕有程式 最重要的就是中間那個Core 它類似一個timers 然後就是固定一段時間 他就會執行一些事情 然後就一直這樣循環循環循環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UI 有點像UI介面 然後有一個loop在那邊一直跑 那根據你的input 跟根據你的input的決定 做一些事 或者是連接UI 就是今天UI發生了一些事情 那可能他要做相對應的事 那最右下角裡面有個NVDA object 那這個其實是NVDA在石座上面 它所有程式裡面的東西都是 從這個地方往下繼承下去 那它每一個object都會做一些事情 那很大部分的object其實是在做 跟UI的處理跟關聯 因為UI有很多 比方說剛剛看到那些input 然後或者是什麼按鈕 那甚至你用的library不一樣 比方說你是java寫出來的 它其實又是另外一套的UI 所以就是它就會根據 現在比較流行的一些UI 然後去做出一個對應的NVDA object 那做出來之後其實就是 我就有點像表示那個UI 那我在操作的時候 其實都是對這個NVDA object 其實我不是直接對那個UI做操作 那我對這個NVDA操作之後 後面會有再一段 它會自己做處理 所以這東西其實有點像 一個統一的介面就是 這個NVDA object是統一的介面 那我其實都是對這個做處理而已 那下面這頁是系統焦點跟導航焦點 那這邊要講的是 大家可以看到有一個濾框跟紅框 那紅框的部分是 剛剛我們看到那個系統焦點 就是我直接用tap 剛剛前面講到的焦點 tap跟shift-tap在跳的時候的那個焦點 那濾框是什麼 濾框其實是NVDA自己做出來的一個焦點 它是一個它模擬出來的焦點 那大家可能會想說為什麼要這兩個 那其實差異是說 我們在系統焦點上面 它只能跳到可以互動的 就像按鈕跟下拉選單那種 有一些像文字或者是關閉的那個鈕 它其實是跳不進去的 因為原本的系統焦點的目的就是 它要跳內裡跟它做互動 那有一些東西跳不進去 但SRS要讀啊 因為那些是一個文字資訊 雖然我不用跟它互動 但是我還是要看那個東西 那我要看的時候 就要靠NVDA的這個東西去移到那個位置 它移到那個位置上面 就會去報讀那個內容出來 那這個就是主要是這樣子 我們可以看一下 設定 設定室搜尋方塊 尋找設定清單 顯示器 大家可以看到我現在紅的 用SURB跳其實都是紅的 那其實可以看這樣子 顯示器 音效通知與專注 電池儲存 平板 其實是變綠的在移 它就不是紅的移動了 所以我現在控制的其實系統是沒動 系統交換是沒動 我是NVDA裡面的在改變這樣子 儲存 好 那我其實也可以直接 只控制紅的不控制綠的 就是看你的需求 跟你現在到底要怎麼操作它的問題 系統交點 投影片 object navigation 那我剛剛 大家看到那個律師在那邊移 它其實有很多方式可以移 那NVDA主要做了三種方式 目前的三種方式 讓比較好可以移動到那個位置上 就是我今天可能需要到某一個位置 那我有幾種方式移動 那這個是第一種 那我們先看一下右邊 那邊有一張截圖 就是這個是從NVDA事件紀錄 事件紀錄檢視器結下來的圖 那這個圖其實是我交點停在某個位 VG上面然後去解它 那它裡面其實有很多資訊 那根據你的class不一樣 它有不同的屬性方法類似這樣子 那其實有一些是共同的 那比較重要的其實是State跟Raw 剛剛其實有提到說State可以告訴你說展開折疊 還有其他的 還有其他的State也有 那Raw的話其實就告訴我說這個是怎麼互動 是一個按鈕還是一個對話碰 類似這樣子的東西 那左側那個是一個樹狀圖 那這個樹狀圖其實是第一種移動方式就是 我在移的時候其實是根據這個樹狀圖 那這個樹狀圖怎麼產生的呢 其實是我們在寫GUI的時候都是會 比方說有一個視窗 那視窗底下可能有功能表工具箱 有一個Panel面板 那面板裡面可能再有按鈕 所以它其實原本GUI就是一個樹狀型的結構 那它只是把它做很簡單的做對應 造成一個NVDA物件的形式 那我就是在這個NVDA物件形式上面做樹的移動 那第二種方式其實是 我覺得是做得比較好 而且比較適合一般人用 因為大家知道樹狀圖的結構 是學資訊或是學相關領域才比較知道 如果你給一般人叫他去移那個樹狀 他根本基本上是搞不清楚 從那個到底是上下左右的這個結構體 那所以他其實做了一個東西是 他把因為剛剛那個NVDA物件那個地方 其實有很多資訊 那有一個資訊是location的資訊 那location會告訴他在螢幕上面的位置 那他就根據那個位置去把這附近的東西 做group起來 根據你的模式不一樣 還有大小跟範圍不一樣 那做group起來之後 其實就是根據位置去排出來 像類似像左下角那個東西 左下角那個東西其實是 我今天NVDA物件裡面有很多的 比方說文字資訊 那我其實就把它抽出來 可能就這九本我把它抽出來 放到下面那個類似正列的東西裡面去 那有一些是一行有些是兩行 反正擺出來 如果假設是擺成像這樣子的話 那我其實可以在這個上面做移動 就是有點像虛擬的游標 就是我們在編輯區上面 都會有一個塑形的 然後你可以左右移動 上下移動 那其實這個也是 只是說這個是他自己做出來 所以當然是不會有看到這樣子 那我這個游標在移動的時候 我移到某一個區域 它其實那個 剛剛講那個導航物件 就會跟著移到那個地方 那它就會爆足出那個內容 那這對於一般使用者 是比較合善的 因為它是一個 它就是一個平面而已 那平面我就是上下一行一行一行 那我就可以找到我一樣的資訊 當然這個其實有做過簡化 因為塑形結構是比較複雜 所以它可能會捨棄掉某一些的物件 它認為它根據一些狀態 跟一些資訊做判斷之後 然後捨棄掉某一些的狀態 然後捨棄掉某一些物件 然後呈現成這個平面的結構 我們可以看一下一個例子 說明 主態設定左小 說明左小 用戶指南左小 指令快速參考 左小 還原設定 回復設定制 儲存設定左 請回復還原設定 主態設定 說明左小 用戶指南 關於左小 檢查更新左小 歡迎視窗左小 歡迎使用NVDA 畫面簡約 已到頂端 大家可以看到我現在綠色應該在最上面 那我其實是一個一行一行往下移而已 就是剛剛那個左下角那個陣列的意志 那其實它就往下跑了 所謂 此功能 鍵盤配置左 那我其實在往下移 一直移到 移出那個說明它其實跑到選項 它的綠框就會跑到選項那個地方 鍵盤配置左小K又小 筆記型電腦 將Caps Lock 建設為NVDA鍵 登入Windows 到了底部 登入Windows後 它還告訴你說你已經到底了 所以這個其實就 這個視窗就沒了這樣子 所以它就會停在這個地方 歡迎使用NV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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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使用NV 最後一個方式它其實是 這個是 這裡是它特製的 那它其實是對於文件 特殊的一些複雜文件 它做一個攔截的動作 然後去做導引 那剛剛其實在網頁上看到的例子 就是用這個東西做出來 它就是左邊那邊有一個 就是剛剛看到GY的圖形 那它可能在某一個節點上面 會做一個類似標注 然後它有一個指引這樣子 那其實在這個標注底下的那些節點 就是被這個東西控制住這樣子 然後被這個東西控制之後 它就會去攔那個鍵盤的時間 那我就可能可以依照我按的按鈕 去快速的導引 就可能不是原本的那個功能這樣 原本物件直接跟那個物件互動的那個功能 那其實我們看一個例子就是 大家現在看到這個是一個 就剛剛那個註冊的例子 那我其實在這上面 其實我按一些按鈕 它其實是不會輸入文字在這個框裡面 它其實是會隨便跳出來 那我其實按的按鈕都是跳連結 就是它只會根據它現在文件去跳上一個連結 下一個連結這樣子 那其他的元素都不看 所以它其實是有點是看這個 只有找弱勢的link的這個屬性 然後在這個東西做調轉 那我可以只按笔 然後它就只在按鈕這邊做調轉 所以我就是用這樣的方式 就是剛剛講那個類型的方式去在這個文件上做很快的 做搜尋到我需要的位置 那這其實在比較複雜的文件上面 我今天可能讀到一個段落 那我就可以記一下說我左這附近到底有哪一些的項目 那我可能就可以直接 可能它是一個按鈕 那我就可以按幾次 可能就可以很快的到這個地方 那我就可以很快的到這個地方 那這樣子對於整體在看就比較方便 所以剛剛講的那個H也是這個原因 就是它有一個是直接直接跳H的 所以我就可以在H之間多跳轉 很快找到需要的項目 其實今天講比較快 那這個是總結的部分 總結部分我只是想再多跟大家分享一下說 做好SB2T設計 到底大家要記得什麼樣的事情 那第一個其實是這個 程式庫的選擇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的這個程式庫 通常我們Library 有一些程式庫都會幫你做好一些 跟SR互動的機制 那其實你在寫的時候 就是只是去call它 然後去看適當的使用它這樣子 那如果你選擇那個GUI 是沒有做這些事情的話 那你可能就做出來的東西 其實基本上是沒辦法用 它其實根本抓不到物件 那這樣子的話其實就 效果是很差這樣子 所以你可能要做很多事情 那通常大家就找一個比較好的 GUI Library來用就好 那我可以講的是說 如果Python裡面它其實有內建那個GUI 那那個其實是不形容的 所以大家如果以後要寫 就可能要找其他 如果大家以後的程式 如果要發布給到外面的話 其實最好是用一些比較成熟的那個 視窗介面 那第二個是跟大家分享的是先期的設計 那第二個是跟大家分享的是先期的設計 那其實就是我們在一開始程式在做的時候 就要考慮到這樣的事情 而不是等到我們程式可能已經整包都做起來了 那再說這個去測一下SB2T有沒有問題 那這其實很直覺 因為大家知道其實在工程上面就知道說 前面設計好後面的工就很小 那如果你在後面才做 那那個F是很大的 所以知道有這樣的東西 那早一點開始做設計是比較適當的 新實際輔具測試 那第三個是實際輔具測試 那其實就是因為我剛才前面 在那個資訊輔助課程那邊有提到說 現在其實有很多不同品牌 那它其實上面都有SR了 而且這些SR其實都是免費的 除了第一個JUST還有錢之外 其他的不管是預宅的或者是開源的 這其實都是有這些工具 那大家可以的話當然是實際去用 不用用到很細 但是就是要稍微用TAB這樣跳一跳 然後看一下有沒有都到 那是不是都有報度正確這樣子 那可能其他一些比較近階 就不用特別測量 那至少那個剛剛那邊講的那個 跳得到然後按下去那些是很基本的這樣子 那實際輔具大概是這樣 因為還有一個就是有時候 反正就是你在寫 看那個文件寫出來的東西 不見得是真的能用 就是它可能該班或什麼的 所以大家就是最好還是拿一個實際輔具測 那還有一個就是 其實現在我們台灣有推無障礙標章 它其實做法也是這樣 它其實就機器檢測之後 也會有一關是人工檢測 就是真的是人去用這個SR去實際測試 然後去看說我們現在這個網頁 或者這個介面到底有沒有問題 所以這其實是做法是很常見的 新相仿的使用者經驗 那第四個講的是相仿的使用者經驗 那這只是要跟大家分享說 SRB要做的事情其實就是 我們要怎麼樣把這樣一些視覺化的資訊 然後轉換成讓SR可以接收得到 然後進一步的再給使用者 我覺得最好的例子還是剛剛那個 狀態跟類型的例子 就是這個狀態是怎麼樣的狀態 然後這個東西到底是哪一樣的類型 那我就可以很明確知道我要怎麼樣跟它互動 那我可以了解它的狀態是什麼 那最後一個是通用性設計 那通用性設計其實就是 你要盡可能讓你的程式大家都可以使用 大概是講的是這個 那其實 概念就是要知道是說 不只是有視覺在用 那其實你可能要想到說你的程式可能是有其他 不同族群的人在使用 那在考慮這件事情的時候 就要更多面向去想可能的問題這樣子 那其實 簡報大概是到這邊 那想說看大家有沒有什麼想問 OK好 那我們就是再掌聲謝謝這個講者 那我們就是會中 就是看一下各位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想要問 等一下講者的 有嗎 沒有的話那我問一個問題好了 就是說 就是NVDA嘛 就是 因為像 我所知道的 GUI的ターンクル 像是QT啊 或者是一些WXPy 之類的 那就是這套系統是有 測試過哪些的相性比較相容嗎 能不能夠跟大家介紹一下 QT的話 我記得是好像會有問題 那我之前測 應該到 反正 QT 我自己測起來是 之前的經驗是有一些狀況 那 WX是沒問題的 因為 WX它其實Python 剛剛看到那個介面其實都是WX寫出來的 所以它內部其實就是 它的這些介面都是這樣做 當然有時候說有沒有問題還是要想 是說 這個VG到底是什麼VG 因為還是有一些比較進階的VG會有問題 但是 你可能是比較基本的TrackBus 或那些按鈕 那些 所以我們常用的現在都是正常這樣子 對 好像還有一個比較常見的 就是那個叫做 TK 就Python它內建那個TK 我剛剛講其實那個是不行的 這個TK是不行的 對 它是完全不行的 OK 好 對 好那不知道各位 惠眾還有沒有什麼問題想要詢問的呢 好如果沒有的話 那我們就再次掌聲謝謝講者帶來的 這麼精采的演講 這個小禮物要給你 喔 我們拍張照 OK 好 谢谢